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专员 您看 还满意吧 很好 电约室搬过来了 搬过来了 就在您的办公室旁边 现在楼上除了电约室就是您的办公室 没有其他人在办过 所有房间都空着 您随时可以视频 把电约室 竟检到六个人 其他所有的人调到资料室 帮忙协助处理重要资料 是 记得 严查那个生命电话 是 你们下去吧 走了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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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找一下姚小姐 来 上班 好 我知道了 我亲爱的公主 开饭了 看看 看看 这大桌都是我牵手做的 辛苦你了 队长 我就等你了 快快快快 坐 这么多菜 坐坐坐 你们伤怎么样了 是小伤 没什么事啊 不过是小伤呢 流了那么多血 文杰 你可要每天都给小如炖花椒燕窝汤啊 那是 这可都是我亲手做的这一大桌子 姚小姐 你这放一百个心吧 我杰哥 都快把全上海的补品都买空了 你都不知道 现在市民们都恐慌了 就以为啊 这物价又上涨了 开始往家里囤货了 比小子 打我熏开心是吧 这么着 等会儿这一桌菜 你可不许吃 我吃 我吃 小如 你看 文杰对你多好呀 对你多关心 你真有福气 高大队长 您听出什么意思了吗 他说你官方工作做得不够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刚想给你夹菜了 来来来来 吃 快吃啊 别闹了 你干什么 是 来来来来 我来给你乘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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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自己夹自己夹自己夹 我给你们乘饭 队长 你吃 那接下来的任务咱们怎么安排 我倒有一个想法 就是之前我们从吉川一南那儿 得到了那批黄金 现在是不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这也正是我们想的 据我所知 十九陆军现在是孤军奋战 他们的后方骨脊 严重吃紧 我跟姚科我们商量了一下 想把我们劫持来那批黄金 给十九陆军支援他们 好事啊 这样吧 我去跟组织汇报一下 我觉得有点问题 还是先把鸡腿吃完了 我们再行动 对对对 不吃饭 我们跟这些打开 去吃鸡腿 去吃鸡腿 小枫 你现在好吗 妈妈想跟你一起走 可是 我被她关在这儿 寸步难行 今天也被她全部拿走了 妈妈连船票都不能给你去送 小枫 妈妈真的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请进 请进 母亲 一南 你怎么来了 你父亲 不是不让你来见我吗 都是儿子不好 没能保护好你 一南 你别那么说 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但是你一直 都把我当亲生母亲看待 母亲 我不允许你再次说这种话 在我心里 你就是我的母亲 一南 那我们一起回日本吗 好不好 一起回日本 母亲 现在 还不是我们回日本的最佳时机 你看你最近都瘦了 再说 我听夏人讲 你怎么都不好好吃饭 这怎么行 就算我们要回日本 也要把身体养好了 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回去 对不对 所以答应我 好好吃饭 好 母亲答应你 那我先走了 嗯 对了 一南 你最近 跟姚小姐关系怎么样啊 母亲觉得她是个好的女孩子 我很喜欢她 放心吧 母亲 我会好好对她的 好 那我先走了 小福 说吧 你有什么打算 这么聪明的高队长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吧 我可猜不到 你猜不出来 那我就不说了 你要发报 嗯 现在这个时机不合适吧 这个时候 为了减少危险 我们应该按兵不动 所以启动电台 相对是安全的 你放心 不会启用备用频率的 哎呀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小心的 嗯 一定要小心 为了我 我知道 好好开车 啊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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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发现可疑电波评定 能破译吗 这个电波从来没有出现的 根据推测不像是国军电波 不是国军电波 难道是共产党的 共党电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 侦察车已经回来了 这是电波出现的 大概为止 公租界和洪口区交接处 侦察员表示 在公租界和洪口区的交接处 电波干扰最为明显 不过这个其余 街道弄场复杂 还不能确认具体的位置 好吧 我们来人放场 开我的车终于要接回去 对了 还不知道姚小姐住在哪里 我住在温州路附近的田洛巷 温州路啊 这个是个好地方 正好是共租界和洪口区交接处 专员不愧是中国通奥 继续挣扎 对了 暂时先不要进行任何行动 以免打扫警示了 只要在这个地点 再出现同样的电波 立即锁定发发地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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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吉川哲元 我要去通讯社送这些新闻稿 可是他们说 任何人都不可以擅自离开公事馆 确实有什么回事啊 最近上海也不太多 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 警戒也速是提升 那这些新闻稿怎么办啊 去吧 谢谢 可是专员 好了 我会去解释的 注意安全 我走了 咱们把它自己就用得可以 是 我会去看 自己的地方 我一个人的声音 是 重点 混音 击费 还要鼓手 优优独 我向香港 达 吹出一首天吧 你还 ancora来吗 真的吗 一层一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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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我 有什么问题 我和您考虑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几个东西 然后 tekn啦 没 你也要用到 是的 我先在关心 我们在二十一时间交代 感情了 如果这电报发现 必须电报电池 确实确实行 不,这是一件事 快点到三万个 我们就解读 是 我从通讯室后门出来的 现在公司馆上上下下 所有人员都不可以擅自外出 即将一南也是暗于面子 才让我出来的 但还是派人跟踪我了 现在没事吧 没事 这么急着找我就什么事 几川一南在四处搜集战报 真正的意图我还弄不清楚 千万不能急于求成 对了 黄金的事情上面有了新的指示 上级决定把那笔黄金交给十九路军的将士 让他们用来买一盏备物资 需要我们做什么 护送黄金出城 没问题 我明白了 但现在有困难 那笔黄金如果在上海出现 会引起集穿负责的警觉 十九路军一直被日本人盯得很紧 虽然我们和十九路军都在上海 但想跟他们无接触的联系 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照这么看来 要想把这批黄金送到十九路军的手里 我们只有曲线就过了 曲线就过 没错 南京政府迫于压力 命驻守在杭州的独立师 持援上海 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联系到独立师 就有可能把这批黄金 快速地送到前线去 你的意思是说先把黄金运出去 然后再用独立师交给十九路军 集穿一南这个时候肯定想不到 我们不把黄金留在城内 而是把黄金往外送 我们反其道行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我们怎么才能跟独立师联系呢 这件事情交给我 谢队长和陈师长算是老同学 我可以想办法促成这件事 那太好了 是吗 报告 军部怎么说 军部让我们暂时退到嘉欣待命 没有他们的命令 不得进入上海 混蛋了 老子刚到松江 他又让我退回嘉欣放手 什么意思啊 说老子问吧 师长 师长 那现在 弟兄们怎么办 前面就是上海市区吗 是 命令 原地待命 还不让老子进上海 我还就带着不走啊 你先忙 我先走了 哎 等会儿 我刚洗好的一壶好茶了 我再尝尝 是吗 是龙井吗 我是 这是我的老同学 从江苏给我寄过来的碧罗春 是吗 那我再尝尝 好茶 新鲜 不错吧 嗯 对了 队长 我可听说杭州的独立师 马上就要到了 可是怎么还不见他们进城呢 军部压根就没想让他到上海来 这个杭州独立师的市长陈大成 我太了解他不过了 上学的时候 我们给他起外号叫什么 陈老俊 那驴脾气一上来 谁的话都不听 要不是因为 可口军想的事 叫记者给报了料 军部为了挽回一些影响 怎么可能叫他到上海来呀 那怎么收场 那就不关我的事 反正陈老俊人在松江 军部本来叫他到嘉兴去待命 可是 他就待在松江部走了 派了几次的人 叫他跟他沟通 让他撤回去 他谁的话都不听 这军部要是知道 您跟陈市长的关系 那一准让您去找他做他工作去 我还是算了吧 这个陈老俊 就是天皇老子来了 他照样也不买账 我就别去凑着热闹 这么巧 还是喝茶了吧 哎 是 我是协伯会 署长 您说您说 是是 我明白 好 我一定办 我一定办到 好的好的 再见 你啊 你啊 就是一个乌鸦嘴啊 怎么了我 署长电话 说军部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叫我去松江 给他安抚安抚 你看 我早就说了 军部搞不定陈市长 他注定要找你 那找你是早晚的事 你看这不来了吗 不过听署长说 军部的意思 让我以老同学的身份 过去安抚安抚他 伤在家打听打听他的口风 毕竟我们不在一个系统里 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也免得引起他的怀疑 打探口风 什么口风啊 这个陈老俊啊 头些日子 跟他的部下散布亲共言论 军部怕他有二心 所以这不叫我 以老同学的身份 过去打听打听口风吗 那您什么时候懂事啊 我去跟您背车去啊 用不着 一会儿军部派车来 我突然想起来了 一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不不不不 我告诉你说 多一个人多一张嘴 帮我去劝劝他 拿他们回到嘉兴待命呢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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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是谁 人家是一大失常 那我去 不行不行 我不去 这就当是命令 一定完成 啊 就这么定了 你是不知道啊 你想起这个陈老俊 我头都大了 谢队长 高副队长 一般请 嗯 陈市长 别来无恙啊 别来无恙 别来无恙啊 别来无恙啊 把系大队长吹来了 哎 好好说给我听听 恭敬之风啊 咱们老同学多少年没见了 直到你到上海来 马上过来拜见 哎 我跟你眼见一下 这是我华界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高涵 师兄你好 好 恐怕 不只是看望这么简单吗 你到了我的地盘 我咱们也得尽尽地数之一吧 您这地盘快不好进 像是有人不欢迎我呀 你到上海来支援 我们真是双手赞成啊 不过现在城里啊 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委屈你在松江多台上几日嘛 看是军部有人给谢队长打电话了 想委托你出面劝我退回加薪防守是不是 误会了 你真是误会了 我来完全是个人行为 完全是老同学叙叙旧啊 再说现在上海战事复杂 军部都无暇顾忌 我们跟军部相来都不沾边啊 你真的误会我了 误会 这两天看望我的人还真不少 从同学到同乡 我看他军部所有用的招啊 都用上了 我会啊 你我不是外人 如果真是军部授予你来看我的话 那么我请你回去转告他们 我陈谋绝对不会离开上海 谢队 陈市长 您的请战之心我们早有所闻 可是现在上海的状况 真的是太复杂了 南京方面现在也在跟日本人在商谈 希望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所以军部要求您能够退到嘉兴去 以退至今 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如果冒人冲进上海 那么南京方面的努力就功亏于贵了 南京方面心里想什么 大家伙都很清楚 军部他以为派个老同学当说客 我就不明其一了 怎么看你这话说的 我区区一个华界警察大队 怎么可能有资格给军部当说客呢 我不管在南京方面怎么想 我就知道 上海是中国的领土 将士有收仇之策 有人说我亲共正义之传何分彼此啊 陈市长啊 发这么大脾气干吗呀 我知道你的爱国热情兄弟我佩服啊 不过作为军人 不是还有纪律在了吗 那我也只是给你提个醒 我知道你一向耿直 我也是一番好意啊 老同学啊 我送你一句话 于中 不是中 军武查身 二位请回报 那好 作为老同学 我也要劝你一句 我们都是校长和学生 军人 服从命令才是天日 退守加星一事 还希望你三思啊 告辞 告辞 报告转言 说 最近几天 姚小姐都是正常上下关 只是前天 姚小姐进入亚生通讯社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后来我们进去询问 发现她已经离开了 离开了 应该是从亚生通讯社 后门离开的 这就说明 你们已经被发现了 去 把她的根本资料给我拿过来 是 不会真是你一般了 不会真是你一般了 市长 发现警察大队的高副队长 非要接你 你怎么又来了 回去告诉你们谢大队长 独立时日 殊不接待说用口 陈市长 您误会了 我来到这里 不代表谢队长 不代表警察大队 只代表自己 有一事相求 好 给你三分钟时间 说 陈市长 今天见到您 我能够感觉到 您是一个性情中人 上海的战事 我不用过度地介绍了 我也知道 陈市长一再请鹰 却迟迟没有让您入户 而在这个时候 突然又让您到上海来支援 这其中的原因 您应该有所耳门吧 高队长想说什么呢 国民政府苛扣军饷 和各界的捐款 甚至还扣了一批军事物资 而十九陆军 现在是缺一少弹 这个时候军部派您过来 与其说是给十九陆军救火 不如说是代表国民政府 平息民愤 高队长这话的意思是说 就算我们进出上海 也将是无强无弹 所以军部命令您 退守加星 等待命令 我是一届军人 不懂什么政治 但是我知道 枪支弹员对于我们来说 比整个市的伙食还重要 将士们可以没吃没喝 但是不能没账打 不能没鬼子杠 高队长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但是想让我退回加星 确实万万不能 你叫什么 por我 你不是说吗 你会怎么能给我惊喜 麒麟 你的虚为 蓝菜 我父亲 你怎么能够多敌心 为什么是搞坏 为什么在你身上 神秘的事情越来越多 为什么 姚可 我喜欢了你那么多年 喜欢就好 可是你越来越陌生 越来越陌生 越来越陌生 对 而 冯姐 冯姐 你来了 陪我喝酒吧 市长 您会做我意的 我来想跟您说 虽然国民政府说一套做一套 自欺欺人 但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 现在有一些爱国人士 捐赠了一批黄金 想通过我 送到独立市 筹措军资 此话当真 您觉得我这么晚来找您 像是开玩笑吗 这么说 高队长是来找我 给我送大理来了 那么这份大理的来处 您不是说过吗 独立市的战士 不能没有账塔 只要能打退敌人 就不必分拟 那你为什么不将这笔黄金 直接交给军部或者十九陆军呢 你也知道 国民党内部现在腐败泛滥 如果把这笔钱送到军部 我相信各级的官员 会层层剥削 甚至中暴私囊 还有 十九陆军就算是拿到黄金 也很难把黄金送出城 换取物资 我在想 与其这样 不如把黄金直接叫到您的手上 会免去很多的麻烦 可我对张这话有理有去 看得出 你为人坦诚 好 我陈某代表独立是全体弟兄 向你表示感谢 我相信你 相信这批黄金没有送做人 你我都是坦率人 那咱们磕头话就不说 来 坐 你给我商量一下 这批黄金的运送方案 好 现在上海的战事 非常地复杂和混乱 想把黄金运出去是难上加难 我想问一下市场 您在松江逗留多久 没有枪支弹药 我们在此地驻扎已经毫无意义 我现在是轻腿两难 这批黄金运送 需要我们帮什么忙的 程市长 我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 如果您信得过我 就让我对这批黄金负责到底 我一定安全地送到您的手里 好 那么这批黄金就由你们负责 运送到嘉兴 咱们兵分两路 在嘉兴会合 好 好 为了一个女人 这批黄金也会成这个样子 他也让我失望了 现在是帝国的关键时刻 这个时候 是让我们协助打日本皇军 获得上海战役的胜利 而不是 每天把心扫划在 不清不楚的女人身上 不要忘记 她是一个中国的女人 很有可能会是我们的敌人 你要明白 花心思用在重要的事情上 不能够不分清楚主刺 你要是不懂选择 我来替你做出决定 父亲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已经靠你了 我已经靠你 这是我最后一次容忍你喝酒 下次 再让我看到你喝醉的样子 不要怪我 会做出 让你记住一辈子的时间 以便我跟你不一样 你打得好 打得好 队长 这有一封您的信 是从军部渠道送来的 好 我知道了 去吧 即将退守加星 摇祝一切顺利 尽候加营 陈大成 快啊 是 署长 您给我讲了 还是您的指导友方啊 大臣大成 不看曾面也得看佛面啊 不给我的面子 也得给您和军部的面子 是是是 好 好 您就放心吧 只要他一到加星 我马上跟您汇报 好的 好的 再见 署长 可汗哪 还是您小子有办法呀 这件事情干得漂亮 军令如山 陈市长就是再降 也降不过军令 真没想到啊 他陈老爵乖乖地推倒加星了 连署长都说了 你们是不是 给他下了什么药了 我倒是觉得 没那么邪乎 这陈市长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他很讲道理 一次不行 咱们就来两次 我就不相信 我们请不动他 还是你有办法 这样吧 这件事情啊 还是由你去办 由你全权负责 只要他一到个加星 我们的任务就在完成了 是 这是陈市长写信 你看一下 陈市长退守加星了 没错 昨天全师离开了松江 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了加星 现在就看我的了 闹了半天 不是让我们打鬼了 咱们现在所做的 也是上战场的一部分 你懂什么 这哪有在战场上 真刀真枪的和鬼子干过眼 不把黄金运出去 换不了战斗物资 我们怎么上战场杀鬼子 你小子说的有点道理啊 先生 没说错 这次行动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我们要想办法 把黄金赶紧送出去 早一天送出去 我们的战士就早一天杀敌 那黄金现在在哪儿呢 在星望传票代理公司 那是我们自己的人 那里离战胜传版的那么近 是日本人的码头吗 就因为那个码头 被日本人占领了 所以放在那里 才更安全 日本人总不会怀疑 自己的地方吧 行了 没时间太难了 事不宜迟 这样子 你们再看一眼计划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按这种行动 明天如果行动顺利 我们就把黄金第一时间 运出城去 对了 文杰 许松 天正 你们三个人明天到 星望传票代理公司去 对啥 到时候 又不带我了 别着急 你有别的时间 这前面怎么了 好像出事了 不对劲啊 怎么这么多 走 我们下去看看 走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说那边有炸弹 快跑吧 炸弹吧 我们要进去看看 这如果星望传票公司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要把它采取行动 那赶紧过去 走 走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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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三行 快走啊 这是三行日本人开的 应该是抗日团体客人 希望传票公司离这儿多远 不远就在附近 这日本人的公司发生爆炸 他们肯定会马上抵达现场 我们要赶到他们前面 我们去那边看看 走 走 别急了 走 走 快来 走 走 快打开 咱们现在怎么办 我过去看看 不行 如果我们现在进去的话 会给他们添麻烦的 而且周围这么多人 就是日本骗子 怎么把黄金搬出来 那怎么办 咱不能白来一趟吗 这个时候 黄金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安全安全 哪次任务没危险 你过来 走 走 走 快来 走 快打开 大叔踏进来 好 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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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的 我们要早到半个小时 黄金肯定能运出来 好了 好了 大家也都别自责了 谁也没想到大兴商 和货币炸 你们没去兴旺传票公司 就已经是万幸了 要是去了 才更麻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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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心里话 你的脾气也很差 你一定还恨不负气吧 我偏不能看到你受一点伤 哪怕是为你去挡枪 就干了吧 干完我们就出发 一起闯关 一起打天下 是苦是甜 我们一个都不拉 就算天塌下也不必怕 兄弟啊 就身比我天涯 兄弟啊 我独有的牵挂 兄弟啊 我们一起走过 大路有多长 就像那无尽的海洋 那无尽的海洋 就像那无尽的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独有的牵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